馬自達3五門2.0 改裝XY力外銷日本版本30階段調整 改裝避震器 由於此車原本安裝的避震器 在左前的部分已經有嚴重漏油的狀況了 所以此次一併整套換裝為 XY力30階段外銷日本版本的改裝避震器 在箱型比較下 新車時的舒適性以及操控性都會有所提升 後方的部分目前也已經安裝完成 可以看到 避震器的桶身以及彈簧 還有調整車高的托盤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後方避震器的桶身 內附矽膠型的緩充電 就是俗稱的饅頭 有些許避震器是使用海綿狀的緩充電 在使用久了之後會直地鬆散 形成剝落的狀況 所以沒有辦法確實的保護 後方避震器如果有觸底的情形 會讓避震器產生異音以及漏油的狀況 開動 開動